这两个人在进行组枪比赛 男人明显不够熟练 一直比对手慢半排 可就在对方接到一个电话后 男人竟然不讲武德 快速组装好手枪 然后将在座的众人屠杀殆尽 他叫善宇 是帮会的金牌打手 能力极强 深受江老板的信任 江老板还将自己的产业 交给善宇打理 一次餐厅里有人闹事 善宇本想以礼服人 见几人不听劝 跑上桌子三圈两脚 就将这些混混打倒 完事后潇洒地走出包间 这时江老板又给他安排了新的任务 原来他在外面有个叫西秀的行人 他怀疑西秀有了别的男人 所以叫善宇去调查这件事 如果事情属实 就立刻解决掉他 善宇知道江老板素来多疑 眼里容不得沙子 他立刻动身抵达西秀的住处 谎称受江老板之托前来送礼 交谈中 善宇十分拘束 他一直在偷偷打量着女人 直到电话铃声响起 才回过神来 西秀借口有事要办 下达了逐客令 可善宇却悄悄上车 跟在他后面 晚上 西秀和一个男人在餐厅约会 两人有说有笑 之后还去夜店蹦迪 这一切都被善宇禁收眼底 深夜 男人送西秀回家 见西秀独自上楼 善宇松了一口气 这时 他接到同事文心的电话 原来昨天来餐厅闹事的人 是白社长的手下 白社长与江老板同属一个帮会 他做事心狠手辣 即使对自己人 也丝毫不留情面 这次 他就是要找善宇 要一个说法 可是善宇现在无暇顾及此事 便将事情交给文心处理 第二天一早 他送西秀去徐情 两人一路尬聊 善宇表现得很不自然 路过商店 西秀对一个台灯情有独钟 可因为价格问题并未购买 到了情房 善宇没有离开 而是在一旁听西秀演奏 曼妙的情声让他如痴如醉 他直勾勾盯着西秀 眼神中充满爱怜 听完歌 善宇又接到文心的电话 这次他来到何世郎 劝善宇与白社长和解 可是善宇一点面子都不给他 还恶狠狠地警告了白社长 文心脸上挂不住 大声斥责善宇 白社长脸上也露出了杀意 善宇却毫不在意 继续开车前往情房 和昨天那位男子 先他一步接走了西秀 善宇继续开车跟踪二人 这次西秀还是单独回家 善宇刚想离开 却发现了异常 只见那辆车 竟然又折返回到西秀家楼下 善宇知道自己被耍了 他立马上楼 一进门就发现了男人的身影 不知是因为醋意 还是老板的交代 他对着男人就是一顿暴打 西秀上前阻拦 被他推倒在地 善宇刚想将两人就地正法 脑海里浮现出西秀可爱的模样 他犹豫再三决定对江老板隐瞒此事 善宇让二人永不来往 就当这件事从未发生过 为了保命 男人自然答应 可是西秀却情绪失控 作为黑帮老大的情妇 他想要的只是陪伴 现在唯一的伴侣被吓跑 他又成了顾家寡人 善宇出言安慰 反被西秀赶走 回去的路上 善宇百般不解 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这时一辆车在他身后鸣笛 副驾上的人还往他身上吐了口水 善宇本就心情不好 忍无可忍 他驱车将几人拦下 对着他们就是一顿毒打 几人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甚至连求饶的勇气都没有 完事后 他前往地下车骨 刚下车 一个陌生男人就找上了他 男人是白社长的手下 他威胁善宇道歉 否则后果自负 善宇毫无拘色 他当然不怕白社长的威胁 男人见状并未动手 只是默默离开 第二天 善宇依旧记挂着西秀 他给西秀打电话 对方却毫无回应 原来此时 江老板已经来到西秀家 西秀神色异常 主动提出分手 江老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面色阴沉 拒绝了西秀的要求 另一边 善宇没有西秀的消息 茶饭不思 满脑子都是他的身影 一直在沙发上发呆 忽然一伙人冲进他家 对着善宇就是一顿暴打 善宇毫无准备 被几人打倒在地 昨天那个陌生男子出现 一脚将他踢晕 他们将善宇带到白社长的基地 这里刑具齐全 白社长刚准备对他示意酷刑 一旁就响起了电话声 随后几人又将善宇带到一处泥地 一入眼帘的 竟然是江老板 他想从善宇身上弄清真相 可为了保护西秀 善宇一言不发 他本就夺疑 这下更断定 善宇已经背叛自己 他将善宇交给文兴 然后乘车离去 中途江老板还不死心 他电话询问善宇 善宇无奈说真相 西秀去世有别的情人 可江老板想知道 善宇为什么背叛自己 见善宇不愿说 文兴开始严谨逼供 他砍断了善宇的两根手指 接着将它扔进坑里 不顾善宇的哀求 几人不停地填土 很快他就会活埋 可由于洞蛙的较浅 善宇并未死去 他从泥土中爬了出来 文兴等人就在一旁 这也是江老板的意思 他给善宇15分钟时间坦白 可善宇心意已决 他早已爱上那个可爱的女孩 为了保护西秀 他不惜失去一切 站着文兴不注意 他将其打倒 然后与敌人撕打在一起 他从火炉中抽出木棍防身 仿佛一个垂死挣扎的野兽 愤怒地挥舞着手中的武器 在打伤无数敌人后 善宇成功突围 可敌人依旧紧追不舍 他们在狭窄的过道中颤抖 善宇则趁机跳出窗户 他将敌人的头死死摁在墙上 浑身鲜血的善宇 仿佛死神附体 众人被吓得不敢上前 善宇则越战越勇 他手下毫不留情 很快就杀出屋外 并上了一辆汽车 敌人将汽车紧紧围住 善宇急忙发动汽车 将敌人全部甩开 在撞破一面墙后顺利逃脱 另一边 江老板很快得知了这个消息 事情紧急 派联系了帮会老大朴会长 白社长也出席了会议 他们要联手将善宇赶尽杀绝 而善宇并没有坐以待毙 他联系了兄弟小王 让他拿些钱财帮助自己 善宇拿到钱的第一件事 就是为西秀买下那盏台灯 默默地放在他家门口 之后善宇用这笔钱找到军火商 他本想满腔复仇 可是军火商想探明他的底细 无奈之下 善宇狂称自己是受韩老板的指使 军火商让手下去核实 等待期间 他又和善宇比赛组中枪械 善宇并不是他的对手 每次都慢对方一步 这时韩老板的电话打来 知道自己要露线 善宇抢先一步击杀军火商 再将他的两个手下全部灭口 装作枪之后 善宇快速逃离现场 可他不知道 此时军火商的弟弟打来电话 见对方无人应答 他便前往现场调查 吃着血迹 他发现几人的尸体 同时也看见善宇掉落的名片 为了给死去的哥哥报仇 他开始搜查善宇的下落 另一边 善宇威胁白社长的手下 成功将其约到溜冰场 白社长知道 他是来复仇的 开始疯狂示好 善宇质问他 二人并无仇怨 为何要将自己置于死地 可白社长装傻充愣 然后趁其不备 瞬间掏出小刀 将他刺伤在地 见对方重伤 白社长极为得意 这时善宇掏出手枪 一枪击中他的脚趾 白社长还想逃跑 善宇连开手枪将其杀死 杀死白社长 这是复仇的第一步 随后他通知江老板 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接到消息 江老板面子凝重 他叫来小王 想从他的嘴里 逃出善宇的消息 他知道两人关系好 善宇一定找过小王 小王还想装傻 却被江老板看穿 将他的头狠狠刻在桌子上 随后安排文星等人 严防死守 而善宇也不愧是主角 受了这么重的伤 还和没事人一样 他找到文星 两枪将其打死 随后在电梯里 解决了几个敌人 禁止从江老板的位置杀去 一路上 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 最后终于在包间里 找到了江老板 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江老板对此并不意外 他知道善宇有这个本事 善宇一直不明白 自己一向忠心耿耿 为何会受到帮会的追杀 面对善宇的责问 江老板十分平静 因为你让我丢了面子 其实他早就知道善宇爱上了西宇 他劝善宇 不要为了一个女人 让自己失去一切 对此 善宇回应他的 只有枪声 他杀死了江老板 自己也中了一枪 没想到善宇没死 他掏出枪进行反击 现场乱作一团 在敌人强大的火力下 善宇在掩体后面不敢露头 没想到 对方冲着他的位置连开竖枪 趁着敌人换子弹的功夫 善宇跑到吧台下方 男人冲着吧台一顿射击 善宇蜷缩在角落 他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 接着他不再躲避 冲出吧台瞬间解决两个敌人 他疯狂开枪射击 全然不顾自身安慰 敌人躲在桌子后面 将子弹全都打到了善宇身上 关键时刻 他子弹用尽 这时 军火上的弟弟赶来 一枪将其击毙 接着他缓缓走向善宇 善宇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临死前 他给秀希打了最后一通电话 却连拿手机的力气也没有了 恍惚间 他又看到西秀在拉小提琴 虽是悲伤的音乐 可善宇却露出了纯真的笑容 这就是他一直在追寻的甜蜜 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 也在所不惜 随着一声枪响 善宇被击杀 他的意识开始模糊 脑海中那些美好的记忆再次浮现 他保护了西秀 却再也留不住那些美梦 影片虽然叫甜蜜人生 可总体基调却是悲伤的 甚至有一丝弹意 善宇本有着大好前程 却为了那一抹甜蜜 断送生命 即使到最后 西秀也不知道他的心意 不知道有个男人一直在保护他 他唯一能看见的 就是那战承载着美梦的台灯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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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